光丰地区农会秉持推动地方稻米产业的初衷 已经连续超过10年举办稻米达人乡镇赛 12名报名参赛的农民经过层层关卡 有10位进入10位官能品评 通过评审严格的评比结果 由前年的冠军杨金才 二度蝉联光丰地区稻米达人的冠军宝座 光丰地区农会稻米达人竞赛的稻农选手们 通过田间管理级要件的第一关后 接着在今天由产官学界贡族的六人评审团 进行米粒的官能评评 受到疫情影响停班一年的稻米达人米质竞赛 今年恢复办理光复以及丰冰两乡镇 共12位稻农参加 经过初审后有10位入围最后决赛 经过6位专业评审 从糙米杏状、白米、稻壳与糙米规格 到官能品评新鲜度、蛋白质等等 一一品评结果 由杨金才以总分87.17的高分 拿下冠军女王的宝座 稻米达人冠军赛 赛!赛! 光丰地区为花莲稻米第三大产区 为了提升在地种稻技术与品质 光丰地区农会从10年前开始推动办理女职竞赛 农会总干事张明发表示 透过比赛让稻农彼此互相交流学习 强化稻米栽种管理技术 也提升稻米品质 进而增加农民收益 也期许二度蝉联冠军的杨金才 在台湾稻米达人冠军赛的全国赛中取得佳击 记者石玉兰光复采访报道